四年前你可以相信 四年前你可以相信 現在國民黨的總統 跟立委的選舉會產成這樣嗎 有史以來最慘嗎 沒有人可以相信 包括佩芬姐這麼高黨齡的 這個國民黨員 沒有人相信 國民黨產成這樣 誰幹的 有人說明年朱立倫 1月16號準備辭黨主席 滿久是當然的黨戰的黨主席 所以要回來接黨主席 天啊 兩千年的時候 李登輝因為丟掉政權 弄成怎麼樣 最後開除黨籍 今天國民黨會落到 這樣的結局跟這樣的下場 不就是馬英九你幹的嗎 倒行逆施 然後胡作非為 所以把國民黨 把整個國家弄成這個樣子 你應該開除黨籍 我不客氣說 開除楊思秋沒有道理 開除馬英九合理 馬英九把國民黨 帶到現在這樣的境地 趴下去以後 這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不知道你知道嗎 然後除此之外 另外一位 洪秀柱 柱柱姐我是覺得最可憐的 為什麼呢 人家怎麼帶我 我從來不認為以德抱怨是對的 孔子不是說以職報職嗎 怎麼會以德抱怨呢 人家怎麼帶我 我就怎麼帶人家 我是歐型摩羯座的 人家帶我好 我就帶人家好 不是嗎 人家帶我插 我還要含羹 含血 然後去幫他 莫名其妙 洪秀柱是中國國民黨有史以來 第一位經過真正的民主程序 做民調 黨員投票 然後最後全大會 全部通過三層考驗三層關卡 選出了總統候選人 結果被一個不是民主程序的方式 給做掉 現在還要含血 含淚 他說沒有恨才怪 你知道嗎 沒有恨的話 就不會在登記立委的最後一天 還要搞一個三點 開記者會決定我要不要選 永和區的立委嘛 所以他心裡面是怨的 可是問題是現在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大局為重 因為眼看著嘛 他就要崩盤了嘛 完了嘛 少爺 阿姨看少爺這樣 所以少爺對阿姨是怎樣 你對我怎樣 對不對 當時怎麼追殺他 把他弄成這個樣子 洪秀柱一直認為說 你不可能這樣對我吧 結果他真的這樣對你啊 會這樣對你的人 他下次會不會這樣對全民 我問各位 他下次會不會 他還有可信度嗎 所以你說現在靠三個女人出來 然後一舉手 我們大家就像個傻瓜一樣 就相信他了 票到頭給他了 做好做滿不是個笑話嗎 笑罵遊人不是一個笑話嗎 我們可以真的把國家的命 而且講難聽一點 鄭所稅是 現在朱立仁說是他廢掉的 他主張廢掉的 鄭所稅是國民黨剛剛講的 那個同一個人啊 那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可惡的傢伙 那個叫馬英九的傢伙 三年前啊 就為了實施個人認為說 那是對的公平正義 拿三年來蒸發了兩兆五千億 然後沒有出來道個歉 包括為虎作唱的那些國民黨的立委 也沒有出來道個歉 這些人都沒有 然後現在你廢掉了 好像變成你國民黨的德政一樣啊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是政府搶劫人民啊 我客氣說就是這個樣子 你的健保費不夠 你還降 你還降 因為你說我瘦太多了 所以明明知道幾年後飛漲不可 可能會破產 我告訴各位 我用最後一個做結語 我覺得三個女人不夠啊 要第四個女人 叫做王如璇 你如果支持吵君宅 你請票投王如璇 你如果支持馬英九 請票投買國民黨 我很合理的嘛 國民黨不是你的主席 跟現在的總統嗎 王如璇不是你現在的副總統嗎 你我不知道林育芳氣急敗壞什麼 支持國民黨的副總統有錯嗎 對不對 票投林育芳就是支持王如璇 有錯嗎 為什麼林育芳會這麼生氣 因為他炒作君宅 你不要告訴我他沒炒 十二日富如果都還不算炒 這不加炒作 那什麼叫做炒作嘛 我最後告訴各位就是 最近這幾天連續兩個禮拜 王如璇在面對炒君宅的時候 他都講說不講那個 不講那個 他往前看不往後看 他就拿自己所謂的 勞保年金是因為 他在當勞委會主委的時候 所以呢已經加會了七十萬人 然後呢 已經讓你這些七十萬人 形同多一個孝子 讓你每一個月可以領錢 王如璇你有沒有說啊 勞保年金馬上要破產啦 勞保年金馬上要破產啦 我攪了三十年的老保欸 我攪了最多 攪了最久 然後呢 本來說六十五歲還嚴嚴要 把它弄成六十七歲才能領 你知道嗎 我攪最多攪最久 然後呢 我可能最晚領 還領不到可能會破產 到現在馬英九那時候說 雖然不是在我總統任內破產 但是我要負起這個責任 責任在哪裡啊 國民黨執政了七年半 就像朱立仁所說的嘛 過去做不好 那然後我們來 過去兩次七年半給你機會了 你都做不好 同一批人馬 國民黨這些人 現在在台上站的 不是都同樣一批國民黨的人馬嗎 連要出來服選的這些人 中美慶這不是老鏈孔嗎 我如何再相信你嗎 如何再把國家交給你 勞保年金不僅快要破產了 馬上要再見了 你知道嗎 可能會領不到你就算了 還有人利用操作 帶政府操作勞保年金的方式 上下起手去賺豪宅 去開名車 你們在搞什麼東西啊 還要臉說 勞保年金是以你的德政 你們要說 你有把勞保年金 全部都弄得好好的 那我們勞有所中 這些九百萬的勞工 我們全部領得到勞保年金 有嗎 佩芬姐 三叔出動有效嗎 還是會總統立委政黨票三叔 而且佩芬姐 我覺得好有趣的部分是 他今天朱立仁說 要請總統出面 請周美欽 但是現在傳言說 國民黨已經打定主意 不會請馬英九出來 幫朱立仁站台 那你不讓先生出來 叫先生去勸太太出來 這很自信的過去嗎 馬英九絕對叫不動周美欽 除非周美欽自己要出來 剛剛有講的 談到周美欽 那個時期已經講得蠻清楚 就是說蠻多人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他再站出來 其實效果是不好的 那高碗倩大家也講了 所以我就特別講洪秀柱 如果大家常常聽廣播的話 一定會聽到一個廣告 洪秀柱的廣告 那洪秀柱在廣告裡面 他說過去一路走來 謝謝大家支持他 他未來的路還很遠 請大家團結挺住 就是說未來要團結挺洪秀柱 中間整個廣告沒有一個字提到國民黨 沒有一個字提到任何一個候選人 不管是總統副總統或者立委 是支持他自己 那換句話說他今天並沒有因為被換掉 然後他浮了這口氣 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在他當初被提名的時候 他曾經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這輩子就是說他有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就是當選立委的時候 把當選證書去給他爸爸 去寄他爸爸 第二個就是當選國民黨副主席 馬英九當選以後 就是說給他那個副主席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要把第三個 總統當選證書給他父親去寄 那現在總統候選 總統當選證書沒有了 當然下個目標就是黨主席當選證書 所以他那個廣告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不是在幫國民黨助選 他在任何一個競選台上 他講的話都是冷言冷語 在諷刺候選人 在諷刺這個黨 他並沒有真的幫任何人助選 所以才會周刊說 三豬當然是很有新聞效果 大家一定看三個美女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三個人在這個當口 能不能翻轉那個選情 我覺得是蠻難的 那你說這些炒新聞炒成這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你說是不是國民黨人 真的會去拜託馬英九 那當然你說王如玄今天搞成這個樣子 那周美青跟他是可能有交情 因為馬英九跟他是有交情的 那大家也有傳聞說是某人推薦 那我聽一個很親近這個候選人家的人講了一句話 大家問他說你們怎麼會挑這樣一個候選人 結果他們說慢慢的大家就會知道 就會了解到底是誰推薦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不去猜了 已經提名了他 也登記了 然後也把這個東西拉下去 但是效果好不好 當然是不好 因為三個禮拜的軍台炒下來 朱立倫的那個民調支持都掉了6% 那6%大家算算看多少票 所有的立委去立委掉4%平均 所以你說那個影響也大不大 大 所以換句話說不要說什麼什麼山豬 你就算加上6個女人也救不回來 這種東西很不容易拉起來一點 然後一個問題就打下去 好不容易拉起來一點 一個問題就打下去 所以到今天為止永遠在那個低檔 在那邊混 我覺得那個國民黨這一次是 選的真的是李莉拉 因為我想到剛剛瑞德哥講 那個王如玄真的不會是第四書 因為林玉芳的對手貼著看板說支持 林玉芳支持王如玄對不對 那不是他很跳腳 結果他對手就說好 那如果你不支持王如玄 我也為你做一個看板 就是林玉芳不支持王如玄 你說叫藍營的立委 如何選下去 那至於新新聞在明天要獨家 爆料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講說大家都搶當鷹派 包括這個政商裡面 都會產生大千禧 不過在裡面也獨家爆料了 朱立倫的三招 就是不會讓蔡英文躺著選 我們往下來看這三招 是什麼呢 第一招主動攻擊 國民黨PK小組 猛打蔡英文的草地 第二招辯論兩岸 辯論也是翻轉選情的關鍵 朱立倫會把握機會 強力挑戰 蔡英文維持現狀的兩岸主張 第三招拉伸藍歸隊 就是洪秀柱的榮斌 以及王金平的表態 王金平不會參選當主席 劉副市長這三招有用 我先從最後一招談到 就是剛剛有提到三叔的意思 我從女性主義的立場來看 像婉倩小姐 她的學歷這麼高 然後從來沒有在台灣社會做過貢獻 我覺得蠻可惜 但是因為周美清 還有那個洪秀柱兩位都職業婦女 所以其實呢 她在我們的評價裡面算很高 可是為什麼他們會遵從所謂的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 叫三重四德 重父重夫重子 他老公叫他去扶選他就要去 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的黨叫他去扶選他就要去 跟他自己原來的違背信念 其實是相差太大 那婉倩小姐跟周美清 就我所瞭解 在中南部 因為沒有人認識他們 雖然呢 周美清小姐常常有去弱勢 看棒球等等這些 但是弱勢團體一提到說 馬英九總統的六三三政策 或者是貧富差距的時候 我想就已經沖淡掉周美清 他可以扶選的力道 導致洪秀柱 他在黃復興黨部的支持力還是在 但是洪秀柱到黃復興黨部到底是幫朱立倫 扶選還是幫自己扶選 其實人家也打個大問號 以我們在左營眷村來看 洪秀柱唯一下去的一次 是他自己在當總統候選人 所有朱立倫總部成立 或是另外一個國民黨候選人 總部成立的時候 從來沒有看到洪秀柱出現在現場 所以其實他到底能夠在中南部 挽救多少所謂深染的選票 我們也打一個問號 朱立倫我看也不敢讓他去 我不清楚 這我不清楚 因為我不認為說國民黨內部的選舉策略是一個有統合性的 可能大家都分崩離析 這邊邀那邊喜歡的這邊邀那邊喜歡的 因為我們另外一個 我坦白講我們另外一個國民黨候選人邀請的是連戰 然後到一個有連戰參加九月三號閱兵 然後到一個非常多的眷村裡面去 我不曉得這是浮選是好還是壞 但是連戰畢竟去那邊浮選了 然後另外一個大家提到辯論兩岸的問題 兩岸的問題其實我覺得早就在馬席會的時候 民進黨國民黨對於兩岸政策上面 在全國人民的心目當中都已經打了一個分數出來 第一個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維持和平現狀的兩岸的話 再繼續談下去 你會看到像譬如說台積電或是USMC等等 這些全部被紅色供應鏈把它吸走 所以現在維持兩岸和平的現狀 就是怎麼樣保住 台灣不再有流血式的出走到中國大陸去 那這個對於年輕人的選票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因為年輕人現在看到就業機會沒有了 看到我們現在的屏幕差距這麼大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馬上直寫的話 只有辯論所謂的一中同表 一中各表 兩岸維持現狀 像蘇喜先生所說的 這種只是平面上的表白 其實沒有意義 其實蔡英文已經知道 他未來要概括承受 馬英九以前對於請中 這樣過度請中的效果 怎麼樣把他拉回來這個現狀 包括現在南海的爭端 南海的爭端 今天中共已經把它列為說 南海有可能是戰區 他是要對抗美國的這個重返亞洲 所以其實可以看待出來 臺灣的角色在我們地緣政治裡面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時候 更應該有自己的角色認同 而不是認同中國或是認同美國 所以在兩岸政策的辯論上面 我不認為我們的這個朱立倫主席 只要講說我並不排除跟習近平 在做一個朱席會 他們早在今年九月就會過了 有什麼結果 還不是沒結果 所以我覺得兩岸辯論的部分 或者是未來的在國民黨或民進黨 還有親民黨的總統候選人辯論上面 我不認為朱立倫會站到任何上風 奉獻這個黨國 你們信仰叫中黨愛國 而今天那些兵 這些老兵更有錢的 他們每個人起跳價五百萬 站在台上的朱立倫看看今年三月份的申報 兩千五百萬 看看吳志強 國民黨給他五千萬 他們每個人都比你們有錢 咳嗽